最干净的能源其实是氢能源 就是H 可是它跟氧结合又变成水 可是这个有一个瓶颈 就是说第一个 氢气它的活性很大很危险 那厨房也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桶子呢 如果发生强烈撞击以后 会再来的损坏 可能源源比这个锂铁电池还要来得大 大家知道特斯拉烧了 在奥地利烧掉以后 它其实三台消防水车是浇不熄它 它是自己烧完了以后自己熄灭的 就是说当然这个东西会不会碰撞 会不会在人的领域里面 你没有办法去预测这个东西 电动车耗电成本跟普通车耗电 相较一下谁比较低点 以电动车充电站人民有权利盖码 你只要买电动车 它其实会送你一个充电站 那当然在比较先进的国家 像如果有去日本去欧洲玩 像我上个礼拜刚从纽西兰回来 他们那种比较环保的国家 几乎是电动车在随时在停车场 它都有那个plug in 那但是这种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耗油成本来讲 电一样要消耗 不管你是火力发电也好 台湾据我知道 其实百分之大概接近九成以上 像是火力发电 当然燃煤 汽油这些 那只有很少数的才是 大概六七%是核能发电 那核能没有污染嘛 福岛的案件 车诺比的案件 给我们的寝室也不单单 真的是没有污染 只是说它的污染 短时间你没办法去预计 当前市面有人离电池为主 南淘训练减少问题 对 这刚刚讲 燃油车怀抱 解决的方法和电池方面有 BMW目前的做法 那个电池的warranty是五年 可是这个解决不了问题 五年后还是要面临更换的问题 所以在Toyota的那个 它最早出来的Prius 最有名的油电车 它这个电品一个要十几万 十六万 所以买那个车 它会遭遇到一个问题 换电池的 算一算跟加油差不多钱 那就真的只是因为 崇尚环保 所以为什么Hybrid的车也好 电瓶的车来讲 它都有某一些部分的问题 你可能省了一部分的钱 但是又花了一个更大部分的钱 那电动车为什么 其实我们现在连引擎都做不出来 我跟各位讲句老实话 我们台湾是有这个可惜的地方 那无人驾驶的部分 其实还牵涉到一些软硬体 包含一些道路上面的一些设置 你知道在无人驾驶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我们的车有一个镜头 它是专门在看这个地方线速是多少 那在国外 像纽西兰它大概都是在一定的高度 那像我们去欧洲 它这个就是标准化多高 所以他们的辨识系统看到80公里 它就知道应该要降速 你真的要坐到无人车一定要这样 还有就是 所有的车都是无人车的时候 电脑跟电脑互相连接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能够避免一些错误 那台湾的电动车 为什么没办法普及 其实还是因为硬体的建设 如果你有办法像Google这样 这样充电方便的话 其实就有可能 所以在有些大城市 它去上班的时候 去约会吃饭的时候 它就卡片一刷 然后就开始充电 吃饱饭回来 又多了大概50公里100公里 那那种车其实才有可能 马达是决定汽车快速的 对 没错 还有包含它的扭力 马达的车像我有些朋友 它在大陆 有些煤矿它是用电动车 因为比较安全